陳詩涵 嗨 大家好 我是陳詩涵老師 在這段艱難的防疫的期間 大家在家裡是不是很無聊啊 每天在家裡追劇看電腦看平板看電視 小孩子在家裡上課 自己也想要動一動 我們在身體頂口口 我們就接下來教大家三個小小的動作 在家裡如果想要動一下就可以站起來一起動一下 第一個動作是下半身腿的動作 在家裡坐在沙拉上、坐在椅子上 腿很少在動 屁股、臀部都已經有點鬆鬆的 所以接下來我們找一面牆壁 可以扶著牆壁 扶著 差不多在你胸口的高度就可以了 或是找一個椅背比較高的椅子 扶在椅背上也是可以的 我們就用這面牆輕輕的扶住它 一隻手你可以插腰 如果你覺得不安全有點危險的話 沒有做過的話 雙手放在椅背上的雙手扶著牆壁就可以了 站姿腳併起來 注意一下你的肚子 不要突出去 請記得肚子往內收一下 感覺肚子用一點點力氣收進去 屁股兩塊屁股肉 請往內夾一下下 不要夾著看緊一點點就好了 感覺你的肚子跟屁股都用一點力氣收進來 身體往上長高 肩胛骨往後收起來 感覺你的胸口這塊是打開了 下巴我也往內收 感覺你要收 你的下巴一樣 右腳一隻腳 你可以選擇一隻腳 右腳或左腳都可以 一隻腳我們先做右腳 一隻腳往前 沿著地板往前 拉長出去 注意一下往前拉長的時候 屁股不要一高一低 請平等 手可以扶著牆壁或是你的椅背上 好 吸一口氣呢 肚子收 屁股記得不要往前推 把你的腳輕輕的離開地板 盡量不要用你的前車 用你的後面屁股 後面這一塊肌肉 大腿的低氣 把你的腳好像在釣魚 要把它釣起來 好慢慢的放過來 不用排得太高 再一次吸氣 吐氣 吸氣 吐氣 好可以的人就做六下 啊不行的話呢 你就有點痠了 那就三下就好 好慢慢的回來 或是你要往前 前一下 再放回來 這樣子來回做也是可以的 好這是前面 後面 我們也會做後面 後面部分主要是訓練我們的臀大肌這個 這塊 坐在椅子上面 我們的背這一塊 還有屁股這一塊都會很容易會腰痠背筒 這個地方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好一樣剛才的身體 站姿站好 一隻腳往後 沿著地板往後 好注意往後的時候 屁股不要敲高 請收好 肚子收好 好 運用我們屁股臀大肌就是 屁股非常有肉的這一塊 把你的屁股 腳往上提起來 配合你的呼吸 吸氣的時候 提起來 吐氣的時候點回來 好吸氣的時候身體往上拉高 慢慢吐氣點回來 吸氣 吐氣 一樣可以的人做六下 不行的人做三下 或是你要往後點拉高 再放回來也是可以的 待會做也是可以的 好我們前面做完後面做完 我們的屁股這一塊 前後都有做到 好接下來我們要做旁邊訓練 像我們旁邊的屁股的肌肉 好我們雙手可以放在你的牆壁 或是你的椅背上都可以 一隻腳往外點 好注意一下喔 腳點出去的時候 皮膚不要一高一低 請放回來變成平平的 一樣身體不要拖背 往上長高 胸口這塊打開來 肩胛骨往後收一下 下巴往內收 不要往前推 往內收一下 OK 好 吸氣的時候呢 把你的腳 旁邊點的腳呢 吸口氣慢慢的提起來 稍微平衡一下 然後再慢慢回來 請感覺一下 當你提起來的時候 屁股旁邊這一塊 提起來的時候 會稍微緊緊的 好它會漸漸用到 我們的側邊的肌肉 側腰肌肉 注意一下 提起來的時候 身體不要歪 少半身盡量不動 慢慢回來 提起來 感覺旁邊這一塊 屁股大腿 也會緊緊的 酸酸的 一樣可以的人做六下 不行的 做三下就可以了 OK 好這是第一個動作 前面後面旁邊 最主要是訓練到我們的大腿 還有屁股 最主要是屁股 因為很容易 我們做太久之後 我們後背這一塊 連接到我們屁股這一塊 都會腰痠背痛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我們做到我們的上半身 也會用到一點點我們腳踝的力氣 好手 這樣好 一樣 肚子 屁股稍微收一下 筋甲骨往後收好 胸口打開來 好可以的人呢 手打開 好像畫一個大大的圓圈 手往外往上 拉高 好注意 往上的時候 肩膀不要鬆起來 脖子漂亮的線條要露出來 吸氣往上 好感覺你要往上摸到你的天花板 慢慢的往上長高 往上長高 帶到我們的整個身體 包含我們的腳後跟 好慢慢的腳放下來 手打開來 吐氣 吸氣 肩甲骨收好 胸口打開 肩甲骨 保持住 手往上摸到你的天花板 腳後跟繼續往上長高 要去摸到天花板 所以你的身體你的腳後跟 會慢慢的提離開你的地板 然後再慢慢放回來 開來吐氣 所以這邊會用到我們的 訓練到我們的腳踝 當我們在走路的時候 就比較不容易會歪到 還有一個我們上半身伸展一下 動不動 這是第二個動作 接下來最後一個動作呢 那比如說你們躺在床上 如果你們的床是比較有一點硬度的話 但是最好的 那如果是比較軟的那種躺床床的話 我比較不建議適合躺在床上做的 你可以像我們現在地板鋪了一塊厚厚的 比較墊子 或是厚一點的毛巾也是可以的 我們就躺在地上喔 好 我們躺下來 雙腳請彎起來 腳呢跟你的屁股摸一下你的骨盆 一樣寬的寬度 膝蓋也是 膝蓋朝著你的天花板 好 全程不要打開來 或是併在一起 不要打開或併在一起 OK 腳呢就輕輕的放在我們的地板上 手放在我們的屁股旁邊的地板 整個人放鬆就可以了 好 我們一樣配合我們的呼吸 吐氣的時候請幫你的肚子往內收進去 感覺我們的腰要去貼到地板上 貼住 貼住之後呢 屁股 兩塊屁股肉往內夾 夾緊 慢慢往內夾之後 往上提起來 像一座橋一樣 所以注意一下 膝蓋不要打開 膝蓋 骨盆到我們的胸口 會變成一條平平的斜面 然後吸氣慢慢 脊椎一節一節放回來 你多慢上去就多慢下來 全程都不用太快 再一次喔 吸口氣吐氣的時候 褲子往內收 腰去貼到地板 兩塊屁股肉往內夾緊之後 慢慢往上提上來 好 注意一下當你在做這個動作 喬事的時候呢 第一個 膝蓋剛才一直提醒大家 不要打開來 也不要併在一起 所以這個會訓練到我們大腿內側 還有我們的肚子 還有我們的屁股 還有我們的背 跟腰 肩膀不會鬆起來 所以不要用你的手去撐 你的屁股可以抬多高就抬多高 最高就到你的膝蓋 骨盆 胸口變成一條平面 這個高度就可以了 然後維持一下 感覺一下屁股緊緊的 然後再吸氣 放回來 一樣可以的人就做六下 不行的做三下就可以了 最後一次 肚子往內收 吐氣 腰貼到地板 屁股往內夾 慢慢的往上提上來 如果你自己不知道覺得有沒有緊緊的 稍微摸一下屁股 有緊緊的 就可以放回來了 然後慢慢的如果壓起來的話 從旁邊慢慢坐起來 那就可以了 好 希望我教的這三個小小的動作呢 在家裡可以讓你的身體做一點輕鬆的伸展 然後不會讓你腰痠背痛 可以繼續讓你追劇看手機滑手機 OK 好 那加油記得勤洗手戴口罩 然後自己身體動作維持你的體力跟免疫力 OK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 分析 失敗 normale 酷 隨 público 小